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他统治的时代呢 也被称作三十年黑暗时代 那么尼古拉一世呢 实际上是踏着十二月党人的鲜血登上皇位的 这些出身于贵族的青年军官 也就是十二月党人 他们的革命行动让新沙皇尼古拉一世非常震惊 也非常不解 他甚至亲自调阅十二月党人的审讯记录 甚至亲自去审问部分的十二月党人 他就想从中得到一个答案 但是他失望了 例如 为了向诗人展示他的宽宏大量 尼古拉一世曾经下令解除对伟大的诗人普希金的流放 因为普希金呢 是俄国的进步诗人 同时也是十二月党人最亲密的朋友 他还参加了十二月党人的组织 因此呢 被捕 1826年9月 尼古拉一世亲自接见从流放地返回彼得堡的普希金 那么他问普希金 如果当初在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时候 那么你会在哪里 普希金毫不掩晦地告诉他说 我当然会和我的朋友站在一起 因此呢 这位新沙皇时常处在恐惧之中 就像他在给他的弟弟米哈伊尔大公信中所写的 《革命就在俄国的大门口外》了 因此呢 尼古拉一世上台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整肃官制 加强独裁 尽可能地把所有的权力抓在自己手中 于是呢 尼古拉一世决定绕过普通的行政军事外交机构 由沙皇来亲自掌握俄国的强力部门 1826年 尼古拉一世下令成立皇帝办公厅 这个办公厅呢 下设六个部门 第一厅 也就是秘书厅 他的任务是负责沙皇日常的文书的起草和发布 第二厅 负责编制法令和典籍 第三厅 是最为神秘 权力也最大 他的职能呢 我随后再详细介绍 第四厅 是负责俄国的慈善和教育事务 第五厅 是负责俄国的农民管理和农民改革事务 第六厅 是专门负责高加索事务 现在呢 我来谈谈第三厅 谈到第三厅 首先要谈到第三厅的首任厅长 本肯道夫 那熟悉世界历史 或者说熟悉德国文化的人呢 一定知道 本肯道夫这不是俄国人的名字 这是德国人的姓名 的确 本肯道夫是普鲁士人 他早在尼古拉一世继位之前 他就已经在俄国宫廷中任职了 1826年5月 本肯道夫用法文撰写了一份奏折 这份奏折的名字叫 建立高级警察机构计划书 他在计划书中指出 普通的警察部门 因为他的贪污腐化 警员的素质低下 已经不能承担起来维护国家安全 和保卫沙皇的职能了 因此呢 必须要建立一个对沙皇有着无限的忠诚 并且呢 还有着高超的素质的警察人员的队伍 沙皇尼古拉一世 对本肯道夫的建议呢 大为赞赏 于是呢 就把他任命为第三厅的首任厅长 同时规定第三厅的职能包括 收集所有被监视的人的反正处言论 监视革命者 艺术家和科学家的活动 审查 书报和出版物 有权来逮捕或流放反政府分子 对那些在俄国居住旅行的外国人予以监视 那么尼古拉一世曾亲口的对本肯道夫说 这就是我给你的命令 人们流的眼泪越多 就越能达到我的目的 谈到宪兵第三厅 就不能不把它跟俄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事件 恰达耶夫事件联系在一起 1836年 在俄国的一份杂志望远镜上 发表了八封书信 合在一起呢 称作哲学书简 那这个哲学书信发表之后 在俄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首先是沙皇尼古拉一世 宣布这个书信的作者 也就是贵族出身的哲学家 恰达耶夫是一个疯子 派出了宪兵第三厅来监视他 但同时呢 在另外一个阵营 就是先进的革命者和思想家的阵营 中的代表人物 赫尔曾却称赞这八封书信 如同划破黑夜的枪声一样 在俄国产生重要影响 在俄国社会上下 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间 围绕着对恰达耶夫书信的评价 截然地分开了两派 在公开的沙龙里面 在秘密的集会里面 在朋友之间的通信中 以各种方式 以各种观点来表达对他的意见 那么恰达耶夫是谁 为何八封书信 能够引起如此之大的轩然大波呢 他在俄国历史上 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首先我们来介绍 这八封书信的内容 首先我来介绍恰达耶夫和许人也 恰达耶夫呢 是出身于贵族的青年军官 他也曾作为俄国军队中的一员 跟随亚里山大一世 一直打到了法国 他与后来成为十二月党人的 那些青年贵族军官呢 也有着很密切的联系 在1812年战争之后 那么恰达耶夫呢 就辞去了军职 他在欧洲各国学习游历 与欧洲各国的哲学家们 进行了思想交流 回国之后 他就频繁地出现在 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沙龙之中 在沙龙中 他慷慨激昂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那么这些思想呢 就在这八封书信中 得到了最好的表达 首先 恰达耶夫在书信中 将落后的俄国 与先进的西欧 做了一个比较 他认真地审视了 东西方的发展道路和文化特点 也思考了俄国的地理与文化的定位 他毫不掩饰地 批判了俄国的专制制度 因为在他的眼中 他认为其他的民族呢 都是有青春的 而我们呢 却没有这样的一个时期 我们有什么呢 首先是野蛮的不开化 接下来是残暴和 凌辱的 异族的统治 在这里所谈到的 就是蒙古达达人的 金帐汉国的统治 第二 恰达耶夫认为 俄国落后的原因 那就是 没有继承 彼得大帝 开创的欧化 也就是西化的道路 他写道 曾经有一位伟大的人 想要启蒙我们 为了让我们爱上教育 他向我们投下来了 文明的斗篷 我们拾起了斗篷 却没有敢去 触动教育 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 在中世纪的时候 如果骑士之间 发生了冲突 那么如果说 有一位骑士 脱下了他的白手套 脱下了他的这个斗篷 在你面前 知道地上的话 那意味着 要向你发起 决斗的挑战 如果你不敢 拾起斗篷 不敢拾起白手套 意味着 你将狼狈逃窜 那么在这里 他形象的说 我们拾起了文明的斗篷 但是我们没有 去触动教育 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真正的 敢去和旧俄国 俄国的旧传统去决裂 没有继续彼得大帝 所开创的 欧化和西化的道路 第三一点 恰达耶夫认为 俄国没有经过像欧洲那样的宗教改革 东正教吗 是所谓的最正统的 最古老的宗教吗 因此呢 东正教会在俄国呢 一直发挥坏的作用 他甚至认为 俄国人接受东正教 完完全全是一个错误 而天主教的西欧 却走上了与俄国完全不同的道路 发挥了完全不同的影响 那么围绕着对恰达耶夫事件的评价 围绕着对恰达耶夫八封信的评价 在俄国知识分子中间 就依据不同的政治立场和认识水平 就发生了第一次大的政治辩论 就划分出来了两大营垒 一个是西方派 另外一个是斯拉夫派 那什么是西方派呢 首先西方派是充分肯定恰达耶夫的主张 认为俄国应该继承彼得大帝的 欧化和西化道路 理由是俄国的历史的发展 与欧洲国家毫无二致 因为俄国人在血缘上 在信仰上 在语言上 在文化上 都是希腊罗马文明的继承者 俄国无法孤立于欧洲 俄国必将和欧洲 走上一样的发展道路 他们认为 彼得大帝和叶卡杰里纳大帝 已经把俄国拉上了西化的道路 那俄国就应该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 在他们的眼中 俄国的农奴制度和专政制度呢 都是限制俄国历史发展的最大阻碍 应该改行英国的君主力限制 或者是法国的共和制 那什么是斯拉夫派呢 斯拉夫派是对 恰达耶夫的主张 是持完全否定意见的 那么他们认为 俄国有自己完全不同于欧洲的道路 那么 他有自己存尔又存的斯拉夫文明 他们大加赞美彼得伊士改革之前的基辅罗斯时代和莫斯科时代 认为那时的俄国呢 才是真正的俄国 那时的俄国呢 是一片和谐 是一片田园石般的美景 他们认为俄国完全可以走自己的道路 走斯拉夫的道路 完全可以走跟西欧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其实呢 不管是斯拉夫派还是西方派 他们都是俄国社会中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组成的 那么都是对俄国的现实不满 都是主张俄国呢 应该改革的 就像最初是西方派 后来变成了斯拉夫派的俄国革命家 赫尔森总结的一样 是的 我们看起来是对立的 但是这种对立是与众不同的 因为呢 我们有着同样的爱 只是爱的方式不一样 我们就像俄国的国徽双头鹰一样 尽管我们的眼睛朝着不同的方向 但是我们跳动的心脏呢 只有一个 1825年 亚历山大一世突然去世 他的弟弟尼古拉一世呢 继承了皇位 那么亚历山大一世 留给尼古拉一世 一份庞大的外交遗产 那就是已经登上了欧洲霸权巅峰的国际地位 那么就在尼古拉一世 愁愁满志的 要实现他的更大的外交野心和世界霸权之后 那么他与呢 欧洲的霸权国家 英国 英国 法国的外交野心呢 发生了矛盾冲突 也与被称为是亚洲的并夫的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冲突 1831年 元属奥斯曼帝国的北非国家埃及起兵反对土耳其苏丹的统治 这给沙皇政府提供了一个插手近东事务的机会 因为土耳其苏丹 穆罕默德尔氏首先向英国 法国求援遭到了拒绝 尼古拉一世抓住了这个机会 主动的派出了使节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去 表示俄国愿意给土耳其军事援助 于是呢 土耳其 苏丹 穆罕默德尔氏不得不接受俄国沙皇的建议 尽管他无奈地表示 一个快要淹死的人 在绝望之中连一条咬人的蛇也不得不抓住啊 1833年 俄土双方签订了为期八年的温凯尔斯凯列西条约 那么这个条约规定 俄土两国在战争时期有互相援助的义务 也就意味着俄国呢 有出兵帮助土耳其的义务 但是呢 这是有条件的 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土耳其所控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 对俄国军舰开放 同时呢 在战争时期 未经过两国协商同意的话 是不允许其他国家的军舰通过的 那么如此一来 不仅俄国的军舰可以自由地出入黑海海峡 把俄国的海上力量扩大到地中海 红海以及大西洋沿岸 同时呢 黑海海峡呢 就变成了俄国的专属品 土耳其就成了俄国在黑海海峡的看门人了 从此呢 俄国在中东 近东和黑海海峡的影响呢 大大的增加 引起了西欧 尤其是英国 法国和普鲁士的不满 及不安 那么他们 在背后支持土耳其 向俄国宣战 1853年10月16日 俄罗斯向土耳其帝国开战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 在战争初期 在军事实力上 在经济实力上 都远强于土耳其的俄国 自然占据了战争的优势 而俄国的黑海舰队呢 很快的就打到了伊斯坦布尔 甚至呢 都已经看到了伊斯坦布尔蓝色清真寺的金顶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英国 法国 以及意大利 参加了土耳其一方对俄作战 于是呢 这场战争 由最初的俄土战争 变成了俄国 与英国 法国 意大利和土耳其 这个联盟的战争 于是呢 战争的形势呢 急转之下 最初在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上 占据优势的俄国 立即呢 变成了弱国 1855年2月18日 在前线 俄国军队连连惨败的消息 频频传来的背景之下 沙皇尼古拉伊士 突然病逝 有一种说法 是尼古拉伊士 穿着单薄的军服 检阅军队 患上了感冒 结果变成了肺炎 而不治 那么在历史上 也包括在当时 流传更广的一种说法 是什么呢 是俄国的沙皇 尼古拉伊士 在听到 俄国黑海舰队的军港 塞瓦斯托波尔 被联军即将攻下的消息之后 急火攻心 服毒自杀 值得一提的是 在克里米亚战争 交战双方的阵地上 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的 第一个女护士 法国人南丁格尔 她救死扶伤 被称为克里米亚的提灯天使 好的 我们总结一下 这一讲的内容 尼古拉伊士的同时代人 俄国的革命家赫尔森 称尼古拉伊士 是带着五座绞刑架 开始了他的独裁统治的 也就是说尼古拉伊士执政之后 他对十二月党人的五位领袖 处以绞刑 那么在国内 他建立了一个 以警察独裁为特征的 专制制度 那么同时代人 和后世的大多数的历史学家 都认为尼古拉伊士的统治时期 是俄国历史上少见的黑暗时代 俄国著名的作家 列夫托尔斯泰 曾经创作过一篇短篇小说 名字就叫尼古拉军棍 他以辛辣的比调 讽刺了这位沙皇 好的 我们下一讲的主题呢 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与俄国农奴制废除 值得一提的是 这位沙皇 是俄国历史上 唯一被称为 解放者沙皇的沙皇 当然这个称呼呢 是对这位沙皇的褒奖 但是最终这位沙皇 还是死于革命党的暗杀行动之下 好的 再见 对这位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谢谢大家 对这位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和尔斯泰 但是正好 我评论上 我评论下来有一定的 是对此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我评论下来